音樂 接下來介紹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最好的決定是什麼 在高斯底下 好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這是類比的 我們收起來是類比的波形 連續的 可是我們現在數位通訊 我們不需要做類比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做向量投影 會找N個基底 那這一部分是1對1的 這一部分這個preprocessing 沒有任何資料損失 還記得向量化 事實上你可以還原 你只要把R1乘以基底 加R2乘以第二個基底 加上Rn乘以第N個基底 就還原了 所以它不是many to one 它是1對1 所以這部分沒有任何的資料損失 但這個preprocessing是有用的 好 那這個雜訊 基本上我們要去算個別的 ni它的一個雜訊的能量 那基本上我們會去把nt做投影 乘上phi 括號t dt 0到t的積分 然後去取絕對值的平方 那這個基本上我們之前應該算過了 這第二章算過 它高度剛好2分之n0 如果基底能量是1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雜訊的distribution 因為我們假設高斯 事實上它就是2pi sigma平方 exponential2 sigma平方 分之n的norm的 它是高維的平方 那看到這個公式各位應該猜得到 我的n是純實數的 我們有講過這是純實數的公式 我們現在看的是實數的世界 是射平的世界 那這時候我們來算算看 這個高斯是最基本的 最好的決定當然是MAP MAP的話你要考慮事前幾率 乘以likelihood function 或者直接看事後幾率 這兩個是等效的 那我們就把公式帶進來 事前幾率很重要 然後我們看高斯的公式 剛剛的2pi乘以2分之n0 那個2分之1跟2消掉了 我們就直接這樣寫 所以這邊是射平是純實數的世界 因為有根號 好 那這時候我們到這裡 當然好像做不了什麼事情 那接下去都是等號 所以接下去其實數學上 沒有任何的長進 其實我們是看的觀點不同 因為你這時候要考慮 怎麼實做這件事情 那實做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所以底下的等號 都是不同的實做觀點 實做上如果你真的 譬如說寫成是要這樣做 你當然也可以得到對的答案 可是我們實做的時候 Numerical有它的一個極限 如果你取exponential function 這是用查表 你會發現一下就爆掉了 一下就爆掉了 所以實做上不會 通常不會用exponential來寫成是硬幹 因為你r減sm的平方 稍微大一點 那你加個負號 就會變成非常非常小 各位不要想像說 你在寫軟體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宣告一個long 或宣告一個real number 基本上可以到 10的-30次方的一個精確度 可是我們實做的時候 你一般的通訊體系 你的quantization大概就是6個bit 6個bit已經很多了 你不會很多 早期甚至3個bit 因為越多bit你成本越高 早期在780年代的時候 是3個bit的quantization 一般的IC裡面 現在大概做到6到8 已經算是很複雜了 所以精確度一下就爆掉了 所以要怎麼樣讓精確度改善到下一步 我們取log 我們以前討論說純數學的討論 其實你要知道這些觀點是有用的 它是在降低你實做的誤差性 這樣你瞭解這個動作的重要性 那你一取log 我們知道log是一個monotone function 我們還是要比較相對大小 我們只關心相對大小 x大於y的時候 則logx一定大於logy 所以你取這個函數不會影響相對大小 所以我們取log 整個函數取log得到logpm 然後這一項expression就消掉了 然後這個是常數不影響我比較相對大小 所以我們就獲得一個更好implement的式子 比較不會爆掉 我甚至用3個bit 就可以做得很精確的一個實做的線路 這樣了解它的一個物理上實做的意義 我們下一個步驟又在做什麼 你都說這樣子都可以做了 這樣子我們還不滿足 我們要做的事實上是 你有兩項相加 實做上當然要分兩項 然後中間有個減法器把它減掉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有一項事實上是系統參數 有一項是接收值的參數 我們希望把它獨立開來 所以我把這一項乘以N0 不影響相對大小 對不對 不影響相對大小 那這樣做的好處是 這一項是所有要調整的參數 這一項是你去看距離 就是接收值向量化的R跟傳送值的可能性之間的距離 我把它分開來 所以第一項是要量測的 譬如說PM到底送第一個 symbol 第二個 symbol的前置機率是多少 那N0是你要量測 到底當下感受到雜訊是多少 那這兩個參數合在一起 然後後面就是你的距離參數 所以這個時候到這邊就有用了 所以我們寫will be used later 你會發現有的實作就是用這樣的參數來實作的 好 那這時候我還不滿足 因為每一家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這時候我把後面的平方再展開 展開各位應該知道怎麼展 平方式很好展 那展開之後你會發現這一項跟比較相對大小無關 我們的相對大小式跟m有關 這項跟小m無關拿掉 所以每一項都跟m有關看到沒有 好 所以有一種實作是用最底下這個式子來做 好 那這時候我們重點在這裡 這是比距離 這是比叫什麼 correlation 兩個向量的內積 r跟sm的內積代表correlation 所以有一種receiver叫correlator 或叫correlation receiver 它的概念就是用下面來做的 有的是minimum distance receiver 那用的是上面那個式子 那兩個不同的式子都有人用 好 所以這個推導 事實上是有它的概念上的意義 所以我們做個整理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我們同一個公司 要不停的變形 變形跟後面的發想是有關係的 你要怎麼實作 比如說有一些論文是很蜘蛛必教的 要看receiver的乘法器 乘法用幾次 加法用幾次 那不同的公式你的乘法次數跟加法次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最後一個式子的公式 好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順序對調 一樣我們前面事實上合在一起叫做bias term 它是跟系統的量測參數有關 它把它獨立出來的是三個參數 一個是N0 N0是你的雜訊量測的一個高度 PM是事前機率 EM的話是傳送每個symbol的能量 好 那我們說這個叫bias 那後面就是你接收的向量 跟傳送向量之間的相似度 那correlation 這是一種做法 好 那如果說我的PM是equal prior 我的prior prior is equal 那我們當然做的是MAP了 那這個時候equal prior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用紅色那個式子 前一頁紅色那個式子 這個時候這個PM會變成m分之1 這個時候這一項因為變m分之1常數的時候 跟小m無關 這時候整項拿掉 因為我們要比較相對大小 這時候取最大的 這邊加個負號 跟取最小的把負號拿掉又一樣 二分之1不影響相對大小也拿掉 所以這時候你實做的事實上是distance 歐式距離的取最小的 這種叫做minimum distance decision rule 基本上就是看你實做要採用哪個觀點 你用的乘法加法次數會不一樣 那當然我們一般喜歡的是什麼 是equal prior 它有太多的好處 我們後面會看到非常多的現象 好 那如果除了equal prior probability 你的每個symbol的傳送能量又一樣 每個symbol 所以你就不是em了 都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biased term 基本上也可以拿掉 所以你實做就變得非常簡單了 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式子在詩作的難易程度上 我們說的複雜度上 事實上又比minimum distance好 因為它只要兩個項量做inner product就好了 cross correlation 它的乘法跟加法的次數是比前面的少 所以這個事實上以複雜度來講 這是最簡單的 但是你有個前提 我的整個通訊體系的前置機率要一樣 同時我每個symbol的能量要一樣 我就可以用非常簡單的receiver 那成本就不一樣了 你的是兩塊美金 我的就是一塊美金 這樣了解整個的討論的一個重點在這裡 不然幾個式子一直看一下 好像一下就看完了 好 所以這個叫做correlation receiver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名詞 好 那這個式子要告訴各位什麼 你可以在類比端做correlation receiver 我根本不要做向量化這一步 因為我們知道向量化之前跟向量化之後 的inner product是相等的 這是向量 我特別做個投影 投影還叫成本 那我在類比端做這件事情 我不要向量化 我去比較大小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你看這是一個類比的 我不做向量化 我直接做一個類比乘法器 在某些應用上你也可以這樣子用 因為傳統的一個類比乘法器 我們訊號相承類比端化器是有這樣的一個做法的 所以在簡單的系統 搞不好直接類比就做完了 你要記得這邊是一個類比 那這是完全相等的 那你也可以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將來會在類比跟數位之間做一個跳動 有些部分在類比做 有些部分在數位做 好 那你這樣看的應該就很清楚了 然後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實作的方法 那下一個我們要講一個考量 就是說如果我們還是在數位端做 我們要做向量化的投影 那向量化投影如果是假定向量化完了是二維 那我的m這邊當然因為我圈圈沒有圈好 數量是11個圈 所以m是11 那你在二維的平面上 這時候因為你會發現 我在實作的時候做的是 minimum distance decision 那你就是要比較說 我傳送之後 向量化完的接收點 跟哪一個傳送點的距離最近 我就猜是誰 所以從minimum distance 入我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好像畫圓圈 畫圓圈 如果收到這一點這是我的R 跟我這一點這是我的R 那你就是怎麼樣去做決定的 你去看距離 你這時候總共有11個距離 所以這告訴你的概念 11個距離裡面哪個距離最近 那你會發現會有一圈會有保證 任何一個接收值在這個圓圈裡面 它一定猜第八 因為它的距離最近 這樣可以理解嗎 它距離最近 所以畫這個圈圈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在圓圈外面 當然你就要去畫什麼 中垂線 如果說是這樣 你就畫這個中垂線 我這邊畫出來了 S5的區域 事實上是一個 兩點兩點之間的中垂線 圍圈的區域 那因為這是二維還畫得出來 三維 四維 五維 以上可能你還畫不出來 但是你可以想像 所以我們這個都會稱為hyper hyperplane 將來會是一個超越平面的切割 所以我們叫hyperpolygon polygon 英文會用來描述說 它是一個polygon 是多項 多邊形 不規則的多邊形 叫polygon 那這個是二維三維以上 叫hyperpolygon 超越的多邊形 所以我們將來的切割會是這個形式 基本上這個多邊形的錯誤率很難積 因為它的形狀不規則 所以你很難去做正確的錯誤率的精確公式 所以我們將來會用一些方法來逼近 像用這個示意圖可以很清楚的傳達 我想要跟各位說明的 因為二維應該還畫得出來 將來是三維 四維的向量 其實大概那個圖形我們應該是畫不出來 不過你應該可以意會 它是一個很不規則的形狀 基本上是中垂線以二維的情況來看 但因為你選12個點 如果你用最好的 minimum distance的一個receiver的時候 如果你的分布不大一樣 你會發現你的hyperpolygon 超越的多邊形形狀一定會不一樣 那這個超越的多邊形呢 它事實上是包含兩塊 一塊是一個圓圈一個球體 如果高尾的話就是一個球體 半徑固定的球體 另外一個是一個球體之外的 一個不規則的地方 這樣子的兩塊 其實我們後來在分析上 會把它分開來看 那原因是因為球體的內部 通常是一個比較能夠掌握的 我們講說球體的體積 或是球體的一個 內部的一個機率的總和 通常我們在數學上比較能夠掌握 那外面的形狀呢 因為是每一個都不規則 我們看一下 我們故意都每一個都畫一個球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看另外一個球 的外面的多邊形 你會看到球體的外圍的區域 每一個都不一樣 每一個都不一樣 那這也是造成我們在錯誤率很難 有精確的分析的一個問題的來源 那所以我們這兩塊可以大致上來分析看 就是說有兩個參數 有兩個因素 我們稱之為factor 來決定我們的錯誤 就是你就是在球體的外面就會錯 對不對 應該說在這個區域的白色的區域外面 你就錯了 因為白色的區域裡面你都會猜對 我送第五個訊號 你在白色的區域的時候都會對 在外面 在多邊形的外面都會錯 那我們就把它分成兩個因素 一個是歐式距離 點跟點之間的歐式距離 我們指的是 將來在擺放這些向量的時候 圓心到圓心的一個距離呢 事實上是決定你的球體的半徑 球體的半徑 因為球體的半徑就是 圓心到圓心的距離的兩倍 因為是接在一起 你盡量把它擴大接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這個點跟點 就是我們向量點跟向量點之間的距離 如果越大我們能夠拉得越開 那基本上呢錯誤率是越低 那我們通常為了我們不保證 因為為什麼不保證 因為還有一個因素在裡面 我們有球體的外面 球體的外面的區域有時候 可能會有很高的一個決定性 有時候可能很少 那通常rate越低越難 它的那個可能性差異性會越大 所以low rate transmission 在錯誤率的分析 在理論上事實上是難的 很多問題都沒有一個 close form solution解決 但是high rate其實是有的 我們畫一個圖各位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在這裡要放兩點 放一個球 那你這時候你會發現 球的外面的體積非常的大 球的外面的區域會非常的多 如果我在這裡同一個區域要放很多球 這時候球跟球的外面的區域會變小 所以這時候真正的錯誤率其實可以被球的半徑來決定 這個真正的錯誤率 球的半徑之外外面的區域決定性非常大 那這個我們稱之為low rate 這是high rate 這是high rate 這是low rate 為什麼叫low rate 這叫high rate 這是rate的傳送速度 因為我這個我送一次 如果我這邊擺了16顆球 我送一次就帶5個bit 我這邊擺兩顆球 我送一次只帶1個bit 所以這個是送的很慢的 這送的很快的 如果我放了球更多 譬如說我用256個球放在同一個區域 我送一次就送8個bit 所以我送的速度非常快 那通常high rate的錯誤率分析是很容易的 而且很精準 因為球跟球的外面的區域很小 所以就被第一個因素所決定性的決定 所以low rate analysis是難的 low rate的設計其實是很分歧的 這是這個原因 但是還好就是說現在一般的傳送速度都是二分之一 基本上另外就是位置 位置假如就是說球跟球外面的區域 因為你擺放的位置的方法不一樣 那個多邊形的外面的樣子就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影響這個白色的區域 在球體外面的形狀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點跟點之間的距離是一樣 在前面的投影片兩個投影片 它的點跟點的距離是一樣 因為我們球跟球是直接接觸的 可是外面的區域其實那個總數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其實在rate不夠高的時候 其實影響也是滿大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說距離大一點 距離小一點 有時候不完全會得到更好的錯誤率 所以加個general speaking 那我們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 也知道有兩個因素之後 我們講realization 用這個字跟implementation稍微有點不一樣 implementation指的都是真正要考慮到非常接近實作的一個形式 所以我們才用implementation 但有的paper它可能是會考慮說實作的可能性 這時候我們又沒有完全到真正實作的線路 所以我們用realization 就是觀念上我們把一個東西變真實的 來考量它的情況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看說 我們如果是equal prior probability 這個時候我們最好的決定就是ML 那ML的話可以等效於最接近的距離 minimple distance的一個實作的realization的方式 那這些都是等號 所以只是公式的變形 那這些公式變形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不同的實作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展開跟剛剛一樣 那這時候第一項它跟我們的比較大小 相對大小沒有關係 所以直接拿掉 然後負號跟正號變成正號跟負號 所以minimum變maximum minimum變maximum 然後這時候就變成兩塊 那第三個等號這時候 又把原來的相量化的還原成類比 那就告訴你說 你也可以在類比端做 如果你覺得在這個實作上 類比端 那realize 事實上是比較方便 一般的類比 現在的實作成本是比較低的 可是精準度大概沒有那麼高 其實類比的線路 比如類比的積分器 其實它不真的逼近真正的積分 所以數位的話 像量化之後通常值會比較精準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就發現我們的決定性因素有兩項 第一項跟第二項 好我們再稍微討論一下概念 第一項代表什麼 是投影 數學上就是投影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在通訊上的 inner product 內積 所以以線性代數的名詞來講 這叫projection A項量跟B項量做內積 叫做A項量對B項量的投影 這是名詞 所以你一看到這個字就知道 它是用線性代數的觀念 向量化的概念在講 所以這個叫做projection 因為這就是R跟SM的inner product 投影到哪裡呢 onto channel symbol的那個向量位置 所以是R投影到SM 這是第一項 所以名字上你要怎麼描述第一項 它是一個projection of the received signal R onto channel symbol SM 所以你要如果口頭上 我們有些同學要出去做簡報 要用英文 那一般同學就直接念這個公式 This is the integration of RT times SM 那這樣講就有點比較沒有學問對不對 所以你在報告的時候 用下面那句話 就感覺是有點學問了 It's a projection of the received signal onto channel symbol 對不對 這樣就很有學問的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表示你懂信心代數 好 那第二個的話 事實上就是能量 我們叫訊號的平方的積分 就代表它的能量 所以第一項就是比較能量 那我們叫做補償 投影也許比較大 但是我要扣掉一項補償 補償意思就是說 如果傳送的能量大 我當然佔優勢 所以我要把它扣掉一點點 就是說這兩個人比這個比較近 我一個用9瓦傳送 一個用1瓦傳送 所以9瓦傳送的投影當然是比較大的 1瓦傳送的投影會比較小 所以我事實上 我不能讓這個優勢太大 這樣不公平 再比較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叫compensation 是一個補償項 所以compensation for the channel symbol with unequal power 尤其是AM訊號 所以你就知道實作上可以這樣畫 所以叫做block diagra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L rule 你就看到它就是分兩塊 這一項叫什麼 現在知道了 叫projection 標準名詞 投影 它就是inner product 因為乘上去一項在做積分 其實是inner product 它是projection onto 這個事實上是投影 onto S1的方向 那後面這項叫什麼 compensation 補償 那中間當然要sample 就因為積分完了之後 你在某一點舉一個值 才是積分結束 然後這時候外面就是一個數位的 選擇最大的一個線路 比較器 然後就是你最後的決定 所以這叫做realization的一個circuit 會叫block diagram 好那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它們實作的線路跟你的decision rule的變形 是有關係的 那每一塊的一個功能跟作用 在說明上你也在了解 那這時候我們就看一個最簡單 我們開始算錯誤率了 m等於2 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 m等於2 binary 最簡單的錯誤率 我們總是要會算 要會算 好那如果是antipodal 要嘛就是送正的 要嘛就是送負的 這邊少一個正 基本上正就不用寫了 要嘛你就送正的st 要嘛就送負的st 那剛好是兩極 北極或南極 我們稱為antipodal 那m等於2嘛 所以是binary 那它事實上是一個signal 它還沒有數位化 還沒有投影 所以我們叫signal 所以叫做 binary antipodal signaling 你就知道它是指的是 類比的st 或者是負st 好那這時候你要做detection 我知道會送兩個波形 要不就是正的波形 要不就是負的波形 那這時候我們的prior probability 是p跟e-p 事前機率不一樣 那你要做最好的決定 一旦想optimal 你就不能用ml 你不能用maximum likelihood 你一定要用map maximum posterior 好那這時候第一步做什麼 我們在數位通訊做向量化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基底 那基底的話因為剛好是同向 所以不是正就是負嘛 所以就是其中一個訊號 normalize之後就是它的基底 那基底之後我們做向量化 一投影的話 第一個訊號剛好是根號es 第二個訊號剛好是負的根號es 一圍 好你看到這裡有沒有感覺 這裡是做的是射頻 不是等效基頻 為什麼 等效基頻的話一投影完 應該是根號2es 好你現在會越來越敏感 我們之前為什麼要花一點時間 來介紹射頻跟基頻 我們說等效基頻那個能量是 有點不對的對不對 你會加倍 你天線打1瓦 你在分析的時候換到等效基頻 事實上變2瓦 所以你還原的時候你知道 你在等效基頻2瓦 事實上你天線只要用1瓦 好所以是根號es 那s1的平方才是能量 所以就是es es 好那 基本上因為 我每一次傳送只送一個bit 所以我每一次傳送的一個 symbol 的能量 就是一個bit 的能量 我們將來畫圖是eb 所以是es等eb 是說我們m等2 好那這時候我們做 decision log 前面告訴你說有個biased term biased term有很多因素 這是你的控制因素 加上correlation就好了 那這correlation是一圍的 這是上兩個相乘 所以我們就把biased term放進來 這是biased term 跟前置機率有關 跟你當時的雜訊N0有關 跟你傳送的能量有關 後面的話就是你的接收值乘上向量 根號eb 或是接收值乘上負的根號eb 好那如果左邊的比較大 我就猜是s1 因為correlation越大 我們兩個越像 我就猜是你 這是correlation指的是 我們希望越像越好 因為是能量一樣消掉 不影響相對大小可以消掉 然後我們把跟r無關的 移向到右邊 跟r有關的移向到左邊 一除掉 我們就知道這叫做threshold decision 一般把它稱之為一個比較的 我們這叫法值 一般翻譯做法值 threshold 就是我有一個基準 我的接收值r比它大 我就猜d1 我猜比較小 我就猜d2 那這有個物理意義 就是說我們實作的這個decision region 是連續的 凡是r大於這個值的 整個連續的區域全部都猜d1 那小於它全部猜d2 這個在實作上就變得比較好做 它是一個比較器就可以了 我有個reference 一般我們的線路不是會這樣畫 各位在學電路學的時候 這邊會給一個reference的準位 這是你的接收值 然後出來就會是一個比較器 會有個reference的threshold 好 那這樣的一個決定是 你會發現這個threshold 其實很難做得精準 首先這個threshold 當然要知道你傳送的能量 這次事實上EB是energy 它的單位是jauer 它其實不是功率 我們要講更精準一點 所以EB事實上是能量 傳送的能量 N0是雜訊的能量的power的高度 PSD Power Spatial Density的高度乘以2 因為高度是二分之零 所以是乘以2 那你要量得準 一般你不大容易量得準 一般的通訊只有high game mode low game mode等等 你一般很難量得這麼精準 然後你還要知道 這個傳送送1或2的機率 前置機率 三個都要量得準 你這個threshold才會抓得準 所以事實上你的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或估不準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它是一個我們叫做threshold 最後的decision maker 有一個threshold 那threshold 基本上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你可以亂猜 亂猜基本上 如果各位學過detection estimation 對bation rule來講 事實上是沒有關係 你這邊猜1 猜2都ok 因為既然是threshold 分配給誰都ok 所以那個沒有關係 這是最好的決定 那這時候我們來算錯誤率 那這邊要教各位稍微怎麼算一下 錯誤率就是我送m等於1 當然傳送的是m等於1 然後呢 你這時候會有很多可能的接收值 但是你猜的是m等於2 所以m'要不等於m 你猜2 加上你送2的前期之下 結果你的決定是猜1 那我們把公式剛好兩項p 分1-p 你送正的 然後結果你猜負的 你送負的 結果你猜是正的 好 那我們就把公式寫上來 剛好threshold decision 剛好可以積分 非常棒 一個是g-無限大到rth 我們那個threshold 一個是從threshold 積分到無限大 然後我們的distribution 這是一個density 剛好是高斯 我直接寫它是高斯 normal 這個n代表normal distribution的n 高斯另外一個名字叫normal distribution 因為它非常常見 normal distribution 它是一個norm的形式 它的期望值是根號1b 它的variance是2分之0 高斯只要兩個參數就可以決定一切 然後我們要積分的是 這高斯的隨機變數小於一個threshold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請各位同學 記得一個公式就好了 通常我們不要去積它 因為高斯太常見了 那高斯基本上積分也沒辦法算 都是查表 它沒有close form的 它的積分是沒有close form的 那我們就會有個表叫q-function 基本上你知道它的min 知道它的variance 知道它的strethreshold 我們通常都用小於 從負無限大再往上積 它就是它的期望值減掉 它的strethreshold除以它的標準差 也就是variance開根號 帶q函數就好 我們將來會用非常多次 因為一看到高斯我們就知道不積 就直接帶q函數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答案了 那當然這是strethreshold 這一項的話 你大於期望值是負的 把期望值換正的變小於 然後strethreshold變負的 是完全一樣的幾率 因為高斯是對稱的 高斯對min是對稱的 你g這一塊跟g這一塊是一樣的 好 那因為我們喜歡貝小於 小於 好 所以這個是期望值減掉strethreshold除以標準差 期望值減掉負的strethreshold 所以是正的 除以標準差 我們做完了 好 那這是最好的效能 可是你基本上達不到 好 因為它必須要有三個因素 你的p要估得準 你的n0要估得準 你的eb要算得準 這三個通常都算不準 都很難去做精確的估計 好 那怎麼樣解決 當你p等於1-p 也就是equal prior probability的時候 第一個實作簡單 你的strethreshold 因為是2分之1除以2分之1剛好是0 我的 我根本不要去量了 你不需要知道n0 n0不重要 eb不重要 這時候你的學後的就是0 你根本不要去量測 所以實作很簡單 你甚至那個比較器的那個reference 就直接接地就好了 準位在0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就猜大於0或小於0 直接猜正1或負1 而且這是最好的決定 那前提就是你要維持equal prior probability 所以我們在看到equal prior probability 在實作上有非常大的好處 它不會飄 它主位拉得很準 同時當然我們rth等於0的時候 這一項是相等的 這兩項相等的 相等的話跟前置機率無關 所以這就是它的錯誤率 那是非常棒的一個錯誤率公式 同學要很熟 因為它是Q根號兩倍的EV除以N0 這個通常是通訊的標準比較值 因為它就是實作上很容易達得到 因為threshold是0 它是binary的BPSK傳送正或負而已 基本上你如果你的通訊體系 效能比這個差 你大概就是用簡單的BPSK就好了 那效能上我們看圖 我們畫的是剛剛這個圖 那一般在畫的時候 這個事實上是畫log scale 你看這是1 0.1 0.01 0.01 是log scale 我們畫log log 然後這邊畫的是EV除以N0 剛好就是 這個我們稱之為signal to noise ratio signal to noise ratio 但是是normalize成為一個bit 然後我們一般的通訊對 這是bit array 標準都會設定在10-5之方 這是一個經驗值 也就是說 10-3可能你傳的不夠smooth 10-4勉強可以 一般至少要10-4 可是10-5一般就非常夠用了 你幾乎大部分的傳送或是都沒有感覺 你看不到那個錯誤的感覺 也就是送10-5次方的話就是10萬個bit 你送10萬次只會錯一次 平均來講 那這樣就夠了 工程上這樣就夠了 那這個時候我需要的EVoverending 是大概是9.6dB 那如果你做的比這個差 你乾脆就用BPSK送就好了 所以你千萬不要做的比它差 你說我達到10-5次方 我的系統要超過9.6dB 那什麼叫9.6dB的感覺 我們知道3dB是2倍 那6dB是4倍 9dB是8倍 也就是我的傳送能量要高於 我的雜訊能量8倍 因為這是倍率 dB是倍率的關係 所以你在 如果雜訊是1瓦 你用8瓦以上來送 你就可以達到10-5次方的錯誤率 但是如果你用6瓦來送 你就達不到 所以這個是9dB是一個倍率的關係 那如果說你做的比它差 你就是我要達到10-5次方 我要12倍 我要24倍 那你就乾脆用BPSK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分析 那9.6dB是一個重要的guidline 你千萬不要做的比它差 另外一個就是Binary Orthogonal signaling Orthogonal signaling 就是我們現在剛剛看的是一維 兩個方向 Antipodal 正的跟負的 我們現在是二維 二維當然就是 如果是二維的話 這個基準 兩個基本向量軸是正交的 我們稱之為Orthogonal 所以我們事實上 S1 S2基本上是不正交的 Binary Orthogonal 在Antipodal來講 它兩個事實上是完全相關 完全相關 因為同一個方向 所以這時候我們換成兩個正交的訊號 但是我們知道Eagle Prior很好 我們就還是設為Eagle Prior 那S1跟S2是正交 正交的話 你至少要兩個基本向量 那你投影至少是兩軸 所以我們需要兩個basis Phi1 Phi2 那事實上因為正交嘛 所以各自投影各自的 所以我的向量可能是10 另外一個投影就是01 正交投影 這時候我們說 我們用ML rule 因為是Equal Prior 你直接用ML 就是最好的 當我的Prior Probability 是一樣的時候 最好的就是maximal likelihood 那實作上最容易 那這時候我們就告訴你說 用Minimal Distance的概念來實作的話 就是R-S1小於R-S2 好 那這裡我要先提一下 因為我們將來會用 你會發現這個公式 對於它是不是二維 三維 四維 其實沒有關係 你這個R是幾維都沒有關係 第二個 我們事實上在這個公式裡面 沒有用到 它是Equal Prior 我們是再算ML 事實上 我們將來會看到這個式子 事實上會非常有用 好 我們看一下錯誤率 那我們就說 我們底細菌如果已經決定了 就切割用距離嘛 兩點就畫中垂線 這邊就在S1 這邊 拆S2 畫中垂線 D1 D2就是切一條線而已 那送2得拆1 跟送1拆2就錯了 我們事實上是 相加白色高斯雜訊 好 那這時候我們 我們要把這個訊號 這個底細菌如果轉換成高斯的distribution 然後我們用高斯的 剛剛那個Q函數公式 就可以獲得它的錯誤率 好 我們來看怎麼做 這是原始公式 這是D1的底細菌如果 我們favorD1 如果它跟S1的距離是近的 好 那這時候我們假定送的是2 對 送2拆1就錯嘛 所以我們假定送的是2 所以事實上是R等於S2加N 我們把它帶進去 R等於S2加N R等於S2加N 減S2 所以右邊就是 純粹的雜訊 左邊的話就是S1-S2加雜訊 這是 這是完全一樣的 好 那我們把它左邊展開 這個都是 線性代數的基本運算而已 把它展開 所以變成第一項的平方 加第二項的平方 處於Norm Square 處於兩倍的 前後兩項的Inner Product 好 那這時候這一項消掉 把一項 我們得到一個很標準的式子 我們做最好的ML決定的時候 是兩點的距離跟雜訊 做Cross Correlation 小於一個兩點的距離的一半 來做決定 那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畫圈 一半 兩點的距離的一半的感覺 其實好像是在畫圈 然後小於-1-2 N是高斯 那這裡是二維的 所以它是在2分之N0 2分之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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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獨立的 I2代表它是一個 identity matrix 1 0 0 1 好 那這個時候這個是高斯 它的variant怎麼算 我想同學要知道 就是把它取相乘的期望值 那因為是向量 那後面要做 transpose 然後其望值放進去 那這個事實上是 identity matrix 乘上2分之N0 那所以就是 2分之N0 s2-s1的平方 好 那這時候我們請各位同學 圈這個重點 我們將來會一直重複用 兩點的距離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我們稱之為D12的平方 好 那所以我們的錯誤率 送2拆1的錯誤率 它是一個高斯 其望的是0 它的variant事實上是 我們剛剛算了 這是D12的平方 它是距離的平方 那是能量 乘以2分之N0 這是它的variance 它的variance被調距離的平方 要小於-2分之1距離的平方 那用剛剛的Q函數的公式 因為這個反正不能積分 你只能查表 只能查表就代Q函數 期望值減掉stretch hold 除以variance開根號 那減掉負的就是正的 這時候它的錯誤率就是 Q括號 根號D12的平方 除以2N0 好 那這個式子 我用紅色標起來 請各位先把它記下來 因為我們整個推導 根本跟是不是ML 是不是你在做任何的前提的 譬如說antipodo 或者事實上是orthogonal 都沒有關係 任何兩點 向量化 一維二維三維 都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最好的決定 如果一個prior的話 就是切中垂線 這時候如果是高斯雜訊 不管是一維二維三維 我們的錯誤率 都是QD12的平方 除以2N0 二維也對 三維也對 你去看剛剛的分析 完全沒有維度 幾維都對 所以它所有這樣子兩點 兩點做決定的錯誤率 都是Q函數兩點距離平方 除以2N0 N0就是你的雜訊 那雜訊三維的話 每一維都是二分之零 雜訊是四維的話 每一維都是二分之零 好 那距離的話 就看距離拉得越大 當然你的錯誤率越好 那它這個有量化的關係 它事實上是你的距離平方 帶Q函數 那Q函數事實上 你可能不曉得Q函數的感覺 量化的感覺 事實上它會大約等效於 1的負的這一項的平方 它大約 Q函數會大約等於 1的負裡面那一項的平方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QX如果你抓不到它的量化感覺 我們在工程上就是要抓量化的感覺 大約等於1的負的二分 分之X平方 因為它是高斯的積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加一個2 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是量化等級 所以它事實上會隨著 距離平方乘指數递減 你拉得越開 它的值會掉得滿快的 我們將來就會看到 這種掉得很快的感覺的時候 你有超過一點 兩個距離在比掉的時候 如果這個是加1的4n0分之 如果第一個距離是1 第二個距離是4 那1的平方4的平方 你會發現第二項可以忽略了 距離比較大的 兩點兩點的距離比較大的 後面面相幾乎都可以忽略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事實上Q是 Q函數是指數递減 指數递減的等級 所以你只要稍微超過一點的sum的時候 後面的相式都可以忽略 我們將來會看到這個範例 會看到這個範例 所以你這樣就有量化等級的感覺 好 那這時候另外一個 當然算出來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邊做個說明 剛剛的推導 其實這兩個是不是orthogon 也沒有關係 我完全沒有用到正教的性質 完全沒有用到維度的性質 所以事實上 任何函數都對 binary and hypodal也對 好 我們來做一次 我們現在用這個公式來算 如果是binary and hypodal s1是根號1b s2是負根號1b 我們數線上一畫 根號1b 負的根號1b 對不對 那這個距離是多少 是兩倍的根號1b 對不對 這個距離一圍嘛 距離就是直接相減嘛 那距離的平方是什麼 距離的平方就是 兩倍的根號1b的平方 就是4eb 帶進去 4eb除2eb 就是根號2eb除m 跟我們剛剛算的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是 這個公式可以適用在 所有的高斯環境 所以你會發現 高斯環境的錯誤率 其實決定就變得很簡單了 當然你了解到這個式子 就是當你向量化之後 就是點跟點之間的 歐式距離的平方 除以2n0開根號 帶Q環數 就是錯誤率 兩點的決定的錯誤率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隨便拿來用 如果是equal energy的 binary 每個能量都是EV 那我們就看它的距離嘛 那這時候距離 所以事實上可以展開 變成第一項的平方 加第二項的平方 減兩倍的第一項跟第二項 做inner product 好 那我們把inner product 除以normal來之後 我們叫做 corelation coefficient 所以就是兩倍的EV 1減掉 rho就是 corelation coefficient 所以這時候 就代公式也都對 我們說任何情況都可以代 只要是高斯達訊 所以一代進來 第二平方是 21b除以1-rho 所以我們就得到 e-rho eb除以n0 那這樣子 就是有人就拿來 證明一件事情 有的會放在席題 說我的rho呢 因為是corelation coefficient 它不是-1 就是正1 它只會在中間跑 它不會超過正1 它不會小於-1 所以你要讓e-rho 越大越好 錯誤率就越低 因為裡面的函數 我們剛剛講 越大 它錯誤率越低 那你要讓它錯誤率最低 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rho等於-1 所以antipodal 是所有的 binary 傳送裡面 錯誤率最佳的 有人就這樣講一句話 那就是用這樣證的 用這樣證 antipodal裡面 所以這個 the error rate is minimized by taking rho等於-1 因為所有的 binary 錯誤率都是這個公式 都是這個公式 所以就是bpsk9.6db是最好 那如果rho等於0的話 就是正交 就是正交 那rho等於0的話 它的錯誤率就沒那麼好 它是1倍 剛剛是2倍 所以這時候bpsk是 所有 binary 最好這樣你知道來源了 你也知道怎麼正了 就是 這是最好的 那orthogon的話就是rho等於0 就是rho等於-1 rho等於-1 就是絕對相關 一個正一個負 那一般來講就是fsk 兩個不同的頻率 如果拉得夠開 我們說它正交 那就是q-1b除以n0 那裡面的數字越大 錯誤率越低 然後成指數递減 成指數递減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說了一句話 說bpsk比bpsk好3db 為什麼好3db 因為我們要達到一樣的錯誤率 我的能量可以比你少一半 而且是exactly少一半 假定錯誤率是規定是一樣 假定n0是3 那eb這邊是3 所以我的錯誤率是q-1 這邊要達到一樣的錯誤率 我的eb只要2分之3就好了 2分之3乘以2就是3 3除以3還是1 所以我的能量 如果你用orthogon的訊號做系統 你要3倍的jauer 你這是2分之3jauer 我達到一樣的錯誤率 可是我的能量比你少一半 而且完全精準的少一半 所以我就比你好3db 因為3db就是一半的意思 它是倍率比較 那eb除以n0稱為signal to node ratio per information bit 因為是eb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圖 我們把剛剛那個 換成一個圖形 那紅色的線應該很熟了 你一看到這裡 9.6db10的負 我就說這個數字你要很熟 那請問課理是多少 藍色的線的話呢 同樣的錯誤率 它就是9.6加3 所以是12.6 好 那這個事實上告訴你它等距離 可是你眼睛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眼睛會 會有怎麼樣 你自己眼睛會被那個曲線所影響 這個全部都是等距離 到這邊還是等距離 這個曲線 這個線的距離是完全一樣的 它就是3.01db吧 就3.01db 我剛剛畫的每一個橫線都是等距離 都是等距離 因為數學公司就告訴你它等距離 在同樣的錯誤率底下 我的能量就是剛好比你多2倍 只是我們會覺得上面好像比較窄 下面比較寬 這是你的錯覺 我們叫做曲線形式會造成眼睛的錯覺 剛好都差3db 當然如果你看到這邊的話 當然是距離就不一樣了 不過我一般是看橫的 就是我在同樣的錯誤率底下 我需要多少能量 是比你多呢 還是比你少 來對抗雜訊 所以9.6db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量 那你要記得兩個公式 Q函數 根號兩倍的EV除以N0 你也記得BPSK真的很好 它是M等於2底下的最好的傳送